好了,我现在要去那个鬼仔巷 我最喜欢这种建筑了 很多的历史建筑 就是有文化的地方 有华人文化的地方 这边就是那个鬼仔巷嘛 哎呦,看到了灯笼在那里 啊,鬼仔巷 我还得戴口罩的 这个壁画 新冠病毒 然后那个鬼仔巷就是这里 这里是个正门 就是这里的鬼仔巷 最近好像没有来过这边 走进去看一下 这个壁画 特意有一对情侣坐在这 坐在桥上面 这很有意思 五颜六色的灯笼 就是各种各样颜色 都有 很漂亮吗,这里 看壁画 磨剪刀,磨菜刀 还有碗盾子给我做的 在这里 这里还有个老爷爷 老爷爷在那儿阿虎 真的很有这种华人特色 像是你小时候 趴在窗户外面看别人玩 然后也在搞学习 学到脚 这个鬼仔巷真的就是 一条小巷子 走到底就没有了 小脚看出来挂个丝巾 这小姐姐 挂一条丝巾过来的 这里有故事的壁画 还要戴一条丝巾 黑阿维马 扫一下看一下 你这个不好说 看上面 也就是讲那个时候的一些 每个人物背后的故事了 对吧 然后带你去这个楼梯上看一下 有小朋友对这里玩 看神 你怕谁要给我剪头发了 这个巷子虽然小 但是它就是 这个文化介绍得很好 你看到那上面 包租婆 然后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上面写的啥美丽 就是我们赶早过来了 但是其实还是人挺多的 有人走完一波又一波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我觉得 它介绍得很好呀 就是把每个壁画的故事 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这个灯墨我很喜欢 反正下次我们可以来拍一堵汉服 在这里拍汉服 应该很漂亮 行 走